近年来流域议题受到关注 也涉及到环境生态、公民参与 和一文展演等面向 引发人们关切家乡环境跟河流生态 而投变坑西可以说是太平的母亲河 孕育了多种在地优质农产品 太平区公所也规划了一场展览 来介绍投变坑西流域的产业 还有人文地检风貌 要加深民众对家乡环境的关注 用铁工打造太平特产马竹笋 还有也是当地名产的琵琶 将太平两大特色结合 展现投变坑西流域丰富的产业文化 为了凸显投变坑西的重要性 在太平马烟场特别规划一场展览 加深民众对于家乡环境的关注 那我们想这个流域的主题 主要就是在关心我们的环境保护 生态的保育 以及我们公民的省力 文化创生 还有我们的各项的艺文的展览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主题 能够来推广我们太平的农特产品的产业 以及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能够把我们太平的各项的景点 邀请大家各地的好朋友来到太平来 农作物与水源密不可分 烟草业也是过去投变坑西的重要产业 留下了烟楼和买烟场的遗迹 现场也展示相关文物供人想象过往的身况 产业它会跟着时代的改变 那这时代的改变也让我们去缅怀以前的各种的 历史的痕迹或是我们曾经兼人 曾经在那边碧驴蓝驴的耕作 然后经营这块土地 那也希望我们后人也希望我们来一起爱护这块土地 气势非凡的光星龙大桥或是解满灯笼的内城桥 都是横跨头边坑西两端的交通要道 正来邀请在地长青学院的班园展出摄影作品 用镜头捕捉当地的地景风貌 展介里呈现头边坑西自然与人文精华 让观众领略这条河流为太平孕育出的丰富文化 记者赖亦宜台中采访报道